猎王记下第六章 众先之门徒对以丽莎说 请看,我们在你面前居住的那一个地方 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窄小了 请你让我们到约旦河 每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头 我们要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一个地方居住 以丽莎说,你们去吧 有一个门徒说 请你和你的仆人们一起去 他说,我会去的 他就和他们同去 他们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 有一个门徒砍伐木头的时候 斧头掉到水里去了 他就喊着说 惨了,我主啊,这斧头是借回来的 神人说,掉在哪里呢 于是他把那地点指给他看 他砍了一根木头,丢在那里 那斧头就浮上来了 以丽莎说,你自己拿上来吧 他就伸手把他拿住了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 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埋伏 神人就差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说 你要小心,不要经过这个地方 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 以色列王派人到那地方 就是神人曾告诉他,警告他的 他就在那里小心防范 这样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因为这事心中大感困惑 他召了他的臣仆来,对他们说 在我们中间,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告诉我吗? 他的一位臣仆说 我主我王啊,不是的 只不过是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 把你在你卧室内所说的话 告诉了以色列王 于是王说 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 我要派人把他捉住 有人告诉他说 看啊,他正在多贪 他就差派车马和一大队军兵往那里去 他们在夜间抵达,围困那城 神人的侍从清早起来 走出屋子 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 神人的仆人对神人说 惨了,我主啊 我们怎样办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惧怕 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 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啊 请你打开他的眼睛 使他能看见 于是 耶和华打开了仆人的眼睛 他就看见 看啊 那身上布满了火马火车 围绕着以利沙 亚兰人下来攻击以利沙 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 求你击打这民族 使他们瞎眼 于是 耶和华击打他们 使他们瞎眼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以利沙对他们说 这不是那条路 这边不是那座城 你们跟着我来 我要把你们 领到你们要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 他把他们领到桑玛利亚 他们进入桑玛利亚的时候 以利沙就说 耶和华啊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 使他们能看见 于是 耶和华开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就看见了 看啊 他们竟是在桑玛利亚城中 以色列王看见他们 就对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以利沙说 你不可击杀他们 你可以击杀你自己用刀 用弓 卤回来的人吗 你要在他们面前 摆上食物和水 给他们吃喝 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 于是 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 他们吃喝完了 王打发他们离去 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 从此 亚兰的军队 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 后来 亚兰王辩哈达 征召他全部的军队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 撒玛利亚发生了极大的饥荒 敌军继续包围 以致一个驴头 要卖九百克银子 两百克的鸽子粪 也值六十克银子 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时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 我主我王啊 救救我 他说 如果颐和华不救你 我又从哪里救你 是从打鼓场 或是从榨酒池呢 王对他说 到底有什么事呢 他说 这妇人对我说 把你的儿子交出来 今日我们好把他吃了 明天我们可以吃我的儿子 于是 我们把我的儿子煮了 把他吃了 第二日 我对他说 把你的儿子交出来 我们好把他吃了 他却把他的儿子收藏起来 王听见那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他当时正在城墙上 人民都看见他 看啊 他里面贴身穿着的是件麻衣 他说 如果今日杀法的儿子 以丽莎的头 仍留在他身上 愿神惩罚我 而且加倍惩罚我 那时 以丽莎正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众长老也和他坐在一起 王差派一个在他面前示例的人去 那使者去到以丽莎那里以前 以丽莎对众长老说 你们看 这凶手之子派人来取我的手机 你们留意那使者来到的时候 你们要把门关上 把他挡在门外 他主人的脚步声 不是在他后面吗 他和众长老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啊 王就下到他那里说 看啊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 我为什么还仰望耶和华呢 是 这灾祸是 我会想看你 很难以安全的 夺度